學習舞蹈藝術是我從小的夢想 一直到念了大學正式進入科系之後 才察覺人生裡面的追求放在你的藝術的創作裡頭 是非常讓人驚豔覺得不可思議 而且覺得幸運的一件事情 在美國三十年最大的理念就是如何讓主流的社會 能夠看到我們這麼優雅美麗 而且有深厚的藝術根基文化根基的中國舞蹈 所以在二十五六年前就開始了 跟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創立了美國華裔舞蹈協會 一轉眼二十五六年也過去了 很慶幸的是這二十五六年來 不管是我自己擔任會長 或是我們所有其他志同道合的朋友 擔任這樣的領導工作 每一個人都盡心盡力 戰戰兢兢 而且從來沒有一分鐘攜帶過 我覺得能夠把這樣一個美好的藝術 在一個主流社會裡面跟其他的文化融合在一起 產生並發出更美麗的火花 那真是一件令人振奮 而且覺得沒有浪費或是擺走你這個藝術的道路的一件好事 當然呢自己也在這個同時也創立了這個洛杉磯中華五級 那麼從小朋友開始訓練起 這些孩子長大了也進入大學 大學逼了業研究所也逼了業結婚生子 他們呢也就跟著老師這樣條路一直往下走 在他們的那個定點全美各處 他們也都在做這樣同樣的工作 就是讓人家看到我們美麗的中華舞蹈文化 現在有一群年紀稍長的夥伴一起 今年辦了一個大活動 也是為中華民國建國百年 我們做的就是一個回顧 這個回顧呢就是說 從百年前 我的父親誕生的那一年 那個是那一年開始 我們如何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 每一個人都活得非常的豐富 每一個人都活得非常的 正分或者說很有內容 而且很有內涵 這一點來講呢 我覺得能夠把它留下來做個紀念 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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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